大家好,我是Dio 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是 新動軟體APP的檢測 我們今天會使用到三個 我們今天會使用到三個APK 分別就是如這張同影片所示 好,我們先談一下 你今天拿到別人的手機 你跟別人借的手機以後 你會做什麼 我的話 因為我不做太缺德的事情 所以我拿到別人的手機 可能上上玩或玩玩遊戲 在這裡我就會選擇玩玩遊戲好了 然後我玩玩玩玩玩 然後玩到200分 然後我就死掉了 死掉以後 死掉以後 我就 看一下記錄 哇嘞 那個手機的16人 他的分數比我高 玩遊戲出人沒關係 但是紀錄上我不能說 所以我就 動那些手腳 動哪些手腳呢 我先把 手機裡面 那個遊戲裡面的資料庫 給他 用 8db pool的方式 把它挖出來 然後挖出來以後 給他開起來 就看到 我們紀錄在裡面了 然後我再把我的200分 給他 串改成 最高分 滿分 然後再利用 adb的方式 把資料庫 給他 推回去 然後重新打開遊戲以後 我就是 最高分了 登登 成功 然後再進入到我們今天會使用到的教材 我們今天會使用到一個 愛手檔叫MobiSect 1.1的 的VM 他其實跟Kelly很像 可是他是專門給手機用的Kelly 然後我們先把它打開 打開 我打開 在這裡 Memory 可以設高一點比較好 因為模擬器其實還蠻佔支援的 所以可以設越高越好 然後 執行 現在 可以設定 他們 能不能 來 擠 為 他們 可以設定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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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預設帳號密碼 它的帳號密碼預設是相同的 所以你也跟著打Mobisect 然後就登入 我們再回到同影片 我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會使用到的工具 我們今天會使用的工具 總共會介紹的工具有六項 第一個是API-Tool API-Tool是將Enjoy的執行檔進行翻主義 然後翻主義後我們就可以檢視它的設定檔 resources還有smarty檔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使用到的是 dex2.jra 然後配上Java Decompile GUI 這個dex2.jra 它就可以將Android的執行檔轉換成JAR檔 然後再利用這個Java Decompile GUI 可以將JAR檔轉換成class檔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看得懂 它原始碼是在寫什麼東西了 再來ADB ADB在前面在串凱資料庫的時候有提到 ADB是一個Android作業系統與電腦桌面 溝通的一個命令力工具 再來是CquadLite Database Browser 它是用來檢視CquadLite資料庫的答案 然後Wireshark大家應該蠻多人都認識的 它是一個測入風暴軟體 然後再來有一個叫BushWit 它是攔截風暴軟體的工具 那我們今天要檢測一個APP 我們首先要先取得它的APK 那我們要怎麼取得它的APK 第一個上網抓 上網抓的話我們可以直接在Google打APK Download 然後它就會出現以下網站 然後我們來看點入這個以下網站大概長什麼樣子 進入以後 進入以後大概就是會長一個 就是叫你輸入一個URL 然後輸入URL以後我們就可以 點它這個生成它的APK檔了 那這個URL要丟什麼URL呢 我們是可以到Google Play 假如我今天要抓Lite的APK的話 我就在Google Play搜尋Lite 那上面就有一段URL了 我們直接把這個URL給它複製起來 然後貼上去 然後按下生成 它就會讓下載的網址給它抖出來了 再來 除了這個方式以外 我們另外可以下載APK的方式是 我們在Android手機裡面 在Android手機裡面下載一個APP 叫做APK Shrater 然後它的功能打開以後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它會列舉出你手機裡面所有的APP 然後你點選你想要 你想要讓它變成APK的APP 然後它就會把APK給它生成出來 生成出來 這樣我們介紹剛剛提到的工具 第一個APK Tool 就是APK Tool 就是將intrude指揮檔進行版主義 然後我們就可以檢視它的設定檔 支援檔等資訊 然後它的參考指令就是像這樣子 就直接使用APK Tool 然後第一次decompile 然後把APK的路徑丟下來 然後當MPK 當MPK 進行版主義過後 它就會生成了一個資料夾 然後這個資料夾 點進去裡面會有一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資料夾裡面 點進去裡面會要注意什麼東西 我們主要看的是它的設定檔 Android Manifest的點插檔 這是它的設定檔 裡面包含了權限啊 層次進入點 還有一些公開的component 然後看看它的 有沒有設定一些不安全的設定 然後再來是它的資料夾的resources 裡面會包含一些圖片啊 影音啊 或者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會有一些 那個APP的一些精明資訊 然後API Tool 我們看一下那個 嗯 這個Android Manifest裡面 我們不是可以看到一些 權限資訊嗎 權限資訊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支APP 它使用到的權限有 寄送簡訊 打電話 GPS定位 網路定位 然後使用網路 然後除了這些 我們還可以看來有沒有一些不完全的設定 像在這裡 它要將那個 Debug 是選擇 True的 這其實是一個不安全的設定 然後哪裡不安全呢 嗯 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 上網搜尋一下這個 Google一下這個東西 它這裡有討論蠻多 Android一些不安全的設定 相關的啦 裡面都解釋得蠻清楚的 好 我們 我們 我們實做 我們實做一下那個 那個APK Tool 首先我們要先準備一下APP 我APP已經 先放好在這個桌面裡面了 我現在先使用 我現在先 先利用APK Tool 反解一下這個APP好了 然後這個名字有點太長了 而且又空白鍵到時候 可能會出一些問題 所以我先把名字給它弄短一點 叫做 嗯 我這裡叫做Text就好 好 首先 我先把這個APK給它拉進 拉進那個 我的VM裡面 首先我先把這個APK 再給它貼到這個VM裡面 貼進去 如果沒辦法直接這樣拉進來的話 可以利用那種 可以用FB 就是你 你先把這個給它上傳在FB 然後進去以後 再從FB給它Download下來 也是可以的 好 我們開啟Terminal 看一下我們現在的資料夾底下有什麼東西 嗯 蠻乾淨的 然後為了等一下不要打得太亂 我先 建一個資料夾 叫做APKS好了 這樣到時候我都把那個APK 把它放進這個資料夾 這樣會看起來比較乾淨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圖面 好 這裡有創建出一個APKS 然後我們把這個APK給它丟進去 好 再來我們 進入這個資料夾底下 cd apks 然後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這個答案 有 好 我們剛剛說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要實在看使用APK Tool 這個工具 我們來使用APK Tool 然後後面加 APK名稱 中間 中間 中間還有一個 decompile 一個d inter 好 它開始在翻主意了 翻主意成功以後 你會發現它多了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 我們點開 裡面就是包含它的資料夾 resource 裡面有顏色啊什麼的 然後還有比較重要的是它的設定檔 我們點進去看它的設定檔有沒有一些 我們看一下它的權限有哪些好了 點進去以後看一下 往下拉 再一看到它的權限 這就是剛剛 剛剛的翻例 它的權限就是寄Mail啊 然後打電話啊 GPS定位啊 等等 好 我們再先回到同影片 再來 剛剛練習完APK Tool 我們看看還有什麼東西 剛剛還有提到 dex2JR 配上 Java Decompile的GUI 這部分 dex2JR就是 將APK檔轉成JR檔 然後它的參考指令 是 如下 就是你可以 你先直接輸入 dex2JR SH 還會把你導到一個路徑 然後再來 你在這個路徑底下 你可以直接使用執行 執行這個執行這個執行檔 你可以直接執行 Dex2JR 然後執行 因為我們在這個路徑底下 我APK並不是在這個路徑底下 所以我後面要加上 再加上那個我APK的路徑 我APK路徑在哪裡 我們先回到 加目錄 在加目錄底下 APK的資料夾 然後這個APK 然後進行反解 然後這樣進行反解 它就是 它就是將那個APK 給它轉成JR檔 再來轉成JR檔 我們要把它 JR開起來 JR並不是電腦再度開起來 我們要特殊的工具 就是使用Java DecompileGUI 進行開啟 我們 這個東西 它的所在位置 在應用層次底下的Mobisec 然後反解液的工具 然後這裡有一個咖啡杯 然後我們打開以後 我們就直接把那JR檔 直接拉進來就可以使用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它拉進來 大概就會長得這個 很多 就是瘋包起來的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要 進行檢測的話 我們 比較快速的方法 我們就會 先搜尋一些關鍵字 然後來看看 有沒有什麼問題 它裡面提供的search 裡面有包含 蠻多種search的 有包含 Meader的search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就可以 嘗試搜尋 Gator外部儲存空間 看看 這樣搜尋 那個 嗯 你打 你打上這個 自傳以後 它會將 它層次碼裡面 有出現 利用到這個方法的東西 給它 顯現到下面 然後你再對它 點個兩下 它就會直接 導到 導到這一段層次碼的位置 在手機裡面的外部儲存空間 其實就是 SD卡 然後它這裡就看得出來 到時候 你在使用這個APP的時候 它就會生成 在SD卡裡面 生成這個 這個資料 除了 除了搜尋Meader的以外 還可以搜尋 自傳 自傳常數 然後在這裡 所用的範例 就是來個 Session的自傳 然後 它就是 找到的全部都會 在底下 然後隨便 點了其中一個 就是點了這個以後 它就會達到那個位置了 再來還可以搜尋變數 像我們 在登錄上密碼的話 UserName Password 那種 變數名稱 其實我們都 應該都猜得到 就是不外乎就是User 就是或者 或者Password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立刻搜尋到 在它登錄界面 是寫在大概哪些位置 再來可以搜尋 那個Construct Construct 可以用那個 RegularExupulation 可以用個 信號來表示 這樣的話 就是 像有些比較關鍵詞 就是Password 然後前面加個信號 或後面加個信號 這樣就可以把 把這些 這些Construct 給它秀出來 再來我們 我們一樣就是 對 我們一樣 對這個 text.apk 進行下手 首先我們 要先 直接執行 dex2jr 它會將我找到一個路徑底下 然後再來我們直接執行 dex2jr.sh 然後後面要加 appk的路徑 路徑在哪裡 再來 加目錄底下的 appk 然後後面是 test.apk 它就會進行轉換 轉換結束以後 它就會出現 down 好 我們回到 我們回到 那個 加目錄底下 apk的資料夾 我們可以看到 它多了一個叫 多了一個 Jr 檔 我們今天要開啟這個Jr 檔的話 不是要用一個特殊的工具 在這裡 咖啡杯 好 然後我們開啟資料夾 這個檔案 我們直接拉進來 就可以直接 就可以看到 看光光了 再來我們 測取 測取看看好了 我們測取 一個login 的東西 然後其實我比較 我比較懶嘛 我就直接全部打勾就好 不用一個一個拆 然後看這裡 可能就是它的 登錄網站的地方 我們回來這裡 接下來要講的是 ADB ADB它全名叫做 Android Debug Bridge 它是Android 作業系統 跟電腦桌面 間溝通的一個 面力工具 然後它可以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它可以安裝 APK 在行動軟體裡面 然後 或者 記錄模擬器的日誌 還有 備份 資料庫答案 還有 附寫資料庫答案 就是把資料庫拉出來 然後存進去 然後還可以登錄到 模擬器裡面 然後 你要開啟模擬器的話 可以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 你直接用圖景界面 把它開起來 但是其實 沒有很建議怎麼做 因為它的預測 還蠻差的 我們 我比較建議的開啟方式 是使用 是使用指令的方式 給它開起來 它的指令就是 直接打 Emulator 然後 -AVD是代表說 我要開啟 怎麼版本的模擬器 然後 這個就是 四床大小 四床大小 我們開個0.6倍 就夠大了 我們來 稍微進行一下練習 我們先練習 安裝APP好了 先關掉 我們要進 我們要進行 我們要進行安裝APP的話 我們要先開啟模擬器 開啟模擬器 我們就先 immulator immulator 然後要指定 要開啟 哪一個 哪一個版本的模擬器 Android 4.1.3 然後 四床大小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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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4.1 5.4 4.4 5.4 5.4 然後因為在開模擬器的話 這個視窗就被佔用了 所以我再開另外一個視窗 好,這是我們的模擬器 嗯,就一個 就一台手機嘛 我點它的應用程式少一點 再來 我先開始視窗 我先到我 APK的資料夾底下 再來我要安裝這個APP 我要安裝這個的話 安裝指令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adb 然後安裝xtel 然後安裝什麼 taster.apk 然後它就會開始在跑了 好,完成以後它會有一個success的提示 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我剛剛成功安裝的答案 我們點開看一下 我們點開看一下 這是我安裝的程式 好 先回到同影片 再來 安裝完APP後 我們來練習 紀錄模擬器的日誌 有些 有些APP的開發人員 就是在進行開發的時候 常常會使用到日誌的東西 這樣子他們就可以 執行一個指定的時候 執行到某個狀況以後 就可以COUT 很像說 你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一些COUT 用來輔助的PRINT 這樣子就知道自己 做到什麼地方 程式可能卡在哪個地方 或者程式到哪裡 跳出一個提示 但是常常在上架的時候 忘記把那些提示 給它關掉 那關掉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 在這些提示裡面出現一些 不該讓人看到的訊息 這裡我們可以使用ATB 就是把那些訊息給它抖出來 就LOG CAT 下了這個指令 下了指令以後 它就是程式 可能如果會顯示日誌的話 它就會彈出在這個地方了 在這裡我可能 我們找密碼輸入個A BBBBB 然後我輸入LOG IN 結果發現 發現我LOG IN的資訊 被顯示在日誌裡面了 對這其實是一個風險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個練習 第二個練習的話 就是我們安裝這個 這個是俄羅斯方塊 就是前面所提的 俄羅斯方塊遊戲 我們試試看能不能 安裝俄羅斯方塊 然後進行遊戲 然後玩完以後 我們登入模擬器 檢查 檢查這個 這個遊戲 它的資料的路徑在哪個地方 然後我們再把它的資料庫 給它拉出來 然後改寫以後 給它裝回去 所以我實際操作了一次 我先跳出來 跳跳跳 好 我在LOG CAD先取消 取消的話 Ctrl C就可以取消了 然後 首先我要先 安裝俄羅斯方塊 俄羅斯方塊 俄羅斯方塊 沒拉進來 俄羅斯方塊是在這裡 我把它複製 然後貼進來 我先縮小 然後 資料夾 APK 我先把它拉進來 好 畫面先清乾淨 首先 我要先安裝 安裝我就 adb install 俄羅斯方塊 好像是ORG開頭的 對這個 先進行安裝 好 安裝成功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模擬器 它的APP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APP 俄羅斯方塊 點下去 好 我讓我玩一下俄羅斯方塊吧 它做的好心意喔 還有我的音樂 啊 吃了 那我記錄一個名字 叫Leo 好 好 記錄榜裡面有我的名字 好 我先把遊戲給它關掉 因為我玩完了這個遊戲 所以紀錄檔可能就會有我的 可能就會有我的 有我的資料庫嘛 然後我就看看 我把資料庫給它抓出來 首先我要抓出資料庫的話 我要先知道我的資料庫裡面的路徑 那我要先 登入 那個 Android系統裡面 adp share adp share就可以登入 進去的系統 我可以看看我 所有的檔案 有這些 一般來說檔案 它的路徑會存在 Data Data底下 所以我進入 Data 然後再進入一次 Data Data 我們看一下 它有哪些資料 然後它其實 這裡就是 你所有adp 它裡面的 隱藏的資料夾 然後 二螺式方塊是這個 我們再進入一次 g.lei 來 這裡不能用tab的鍵 所以要 老老實實的 一個字一個字打 那麻煩 進入以後 看看它的資料夾底下 哦 有database 那我們看看它 database有什麼東西 它的資料夾底下 有一個 db 好 我覺得這個db很可疑 我就把它拉出來看看 這個時候 我就再開一個 次窗 我先到 apk底下 再來 adb 我要把那個 我要把這個db 給它拉出來 然後我就adb 使用pool 拉出來 pool 什麼東西呢 pool data data 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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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的什麼 底下的 底下的 這個嘛 這個 二螺式方塊的路徑 org 點 這裡也是要一個字一個的打 所以要 看詳細一點 然後我要 我要 我要它 Database 底下的 Database 底下的 這個 資料庫 dl oq k pi l d db 然後拉到哪裡呢 拉到我電腦裡面的 加目錄的APX底下好了 這個路徑底下 然後他就開始 開始拉了 我們看一下 成功把這個資料庫給他拉出來了 再來我們要串改這個資料庫 我們先看一下資料夾這裡比較漂亮 資料庫長在這個地方 他不給我開 他在這裡面好像沒有直接開啟資料庫的層次 所以我要額外去下載 我先把這個資料庫抓到我外面的電腦 COPY 貼上 貼到哪裡了 給我一鍵 欸 好像拉不出來 拉不出來沒關係 我 我就用網路 Facebook傳一下好了 然後 既然拉不出來的話 我就用Facebook傳出來吧 這裡我先暫停一下好了 好 剛才休息片段的時候 我就是利用Facebook 就隨便找一個認識的人 然後把資料庫丟給他 然後 我再從外面 然後把資料庫給他 download下來 那這個資料庫 我們要怎麼打開呢 在打開之前 我們需要 下載 我們需要先下載一個 叫做Sequel Live Browser的 的 工具 然後下載這個以後 它裡面就負責 他們裡面就負責 這個執行檔 打開以後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一樣 就是 直接把這個資料庫給他 拉進來 然後看一下這個資料庫內容 我們可以點這個 直接點看它的Data裡面 有哪些東西 然後就看到 我的紀錄 然後分數是0分 然後我就把它改成 追稿分 OK 把它儲存以後 關掉 然後我再打開一次看看 確認一下我分數 已經被我改過了 再來我再把這個資料庫 傳回去 給 給那個 Virtual Bus裡面 應該可以 傳進去 應該可以用複製了吧 看看 我先把裡面 先有的 原本的把它刪掉 介紹 我剛剛 我剛剛也是利用 FB的方式 就是我剛剛其實有暫停一下 然後不讓大家看 我剛剛也是用FB的方式 把那個 Db 就是已經算好 Db 傳到FB裡面 然後再從FB download下來 所以它 download下來的位置 在一個download的 資料夾裡面 那我一樣 把它先拉來 APK好了 我們把所有東西都放在 同一個地方 比較好進行 這樣才不會太亂 好 我們回到 回到 Termine喔這裡 我們今天把 資料庫給它 拉出來 拉出來 串改之後 那我們就要給它 退回去 那我們 推回去的方式就是 ADB Push回去 Push回去 Push到 我們要先寫說 我們要Push什麼東西 我們要Push Push VLO 這個檔案 Push到哪裡 Push到 Data Data 底下的 這個 跟上面這個一樣 or g.le i.pp i.pp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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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成功把答案傳進去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遊戲 我們先將原本遊戲給它關掉 重新啟動一次 我們看一下記錄 我們看一下記錄 成功分數被我傳改到9999了 好 我們回來通影片 所以 利用ADP 安裝APP 操作APP 然後 登錄模擬器 就是ADP Share 然後 備份資料庫 然後 複解資料庫 都是做過一次的 再來 Wireshark Wireshark 它就是 側入風包的 側入風包的軟體 這個相信大家都有很多人用過 然後 當然Mobisac裡面 也會有 提供這個Wireshark的工具 它的位置 就在 一樣 Mobisac裡面 然後 Wirelet 無線分析 然後這裡就有一隻鯊魚了 然後點下去就可以直接 直接做 點下去就可以直接做使用了 就是 你 App模擬器開起來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操作 操作APP 然後它就會將風包攔截起來 然後再來是BurstWid BurstWid BurstWid跟Wireshark 不太一樣的地方 它 主要功能是 除了攔截風暴以外 它還可以 篡改風暴 可是 在使用BurstWid的時候 我們 在開模擬器 因為BurstWid它算是 一個代理伺服器 所以它需要 對 對 那個 模擬器 設定特定的Port 所以 所以 所以在開起來的時候 我們 我們 因為要 對模擬器設定特殊的Port 所以 開模擬器的方式 跟前面指令 會有點不太一樣 首先 我們要先開啟 BurstWid的工具 要開啟 BurstWid的工具 我們需要先到 這個資料夾底下 然後 執行 Java-JAR 然後執行 這段程式 執行以後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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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將 模擬器的Port 設為8080 那一樣 我們會輸入指定 Immulator 然後 指定特定模擬器 然後 視窗大角 0.60 然後我們要多下的 -http -Port 然後 Local端 然後 那個Port 為8080 那 我這裡實際示範一次 因為 要開啟MWD MWD 就關了 這個也關了 關掉 全部關 我們留一條Terminal 首先我們要開啟 BurstWid BurstWid 我記得它路徑是在 OPT底下的 好 我忘了看一下 OP底下mobisec pentest mobisec pentest bup 我們要執行 執行這個執行檔 執行這個.jar 我們要java-jar 執行BusWid 開啟後 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先把這個 攔截封包給他關閉起來 再來我們開一個 Terminal 然後我們要執行模擬器 emulator 2-LED 是Android 4.0.3 然後大小 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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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藥是 12卡 bashi http -bashi local host mod 好 8080 po 開始模擬器 聊等一下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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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